从敬三尾堂在2023年环面的第三炮之后 再抽回一次第三炮 历史上在十八香的记录 应该几十年来没有试过 就是天后赐福 两只都是我做 二三年环的一只 就算它19年抽回来的那只都是我做的 三只第三炮的设计上都不同 高、阔度等等 大会规定了 因为天后宾有摆炮的空间 指定只有这么多位置 不可以高 矮当然不行 所以要在指定的尺寸里面做变化 其实这炮是大同小异的 现在红炮上是一个八仙 去年我们做八福晋床 饮福龟鸡的图案 这次的麻鹰 大鹏剪刺 和后面的孔雀 因为你知的花炮 通常都是红色的 橙色黄色蜜珠 要带有点蓝绿色 才能突出那个层次 现在第二层 是运转乾坤的时钟 接着轮到大鹏主持21级 再上是鲤鱼 再上是複鼠 这变成了一个蓝色的分层 蓝色的分层 就很清晰的看到第几层 蝙蝠那层 鲤鱼那层 等等 再看一些照片 将来之后 这一看就知道八仙 应该是2024年的 八仙进裁整治的複鼠 应该是2023年 他们自己有一个 是款式上的记录 所以 其实这麽大件事 基本上是不会有相同的 不会有尺尺的高大的第三炮 这麽尺尺的花炮都会有不相同 就算做回相同也好 就不是我自己个人的了 习惯了 不会花炮的设计的看法也不同 就是说没有球阶 为什么呢 可能自己对自己有要求 出品的要求 第二方面就是客户的要求 第三就是说有时 就是因时 去找到的不同的材料 不同的思维 去设计的花炮 所以就会有不同的本色出现 做出来 摆出来 先看得到 究竟哪里有不足 又或者哪里有改变的空间 就是要做好看 即是原生大浪的设计有了 要看那个细微位 就要做到整件出来才知道 我们上的第三炮 全村兄弟都在齐心合力 去帮忙 意味着我们这个第三炮 我们的村更加和谐 更加风调与顺 大家丁材两旺 愿望我们崇正新村三喜堂 所有会员 村民 大家都是家庭幸福 身体健康 想各样各各样 马良保佑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